位在嘉义县阿里山的邹竹部落特赴野 每到了倒座时期就会上演人鸟大战 常常会有成群的麻雀闯入店家来偷吃食物 因此当地的商家就发明了独特的吃鸟方法 他们在门口挂上了一整排的塑胶袋 只要起风带子飘摇发出声响 就能够吓跑鸟去 来看看店门口高挂这排透明物 全都是塑胶袋排排寸 目的到底是为了啥 答案店家来揭晓 为的就是要驱赶麻雀 因为每到倒座期阿里山 邹竹部落特赴野都会有麻雀集结成群 除了攻击作物之外 还会进入到商店实在好困扰 大家就突发奇想学农民 用这独特的驱鸟法高挂整排塑胶袋 只要风一起袋子一响就能吓跑鸟群 备物利用果真发挥作用 麻雀不敢靠近也成为当地的特殊情景 记者蔡琼吴嘉宜报道